黄勇圣墓,位于湖北省南部的咸宁市高桥镇境内的131工程院内,2005年1月20日,黄勇圣将军的四子、西村及众亲属、乡友晚辈来到了这里,将黄勇圣与夫人向辉坊合葬于宾馆内的林园中,并自费修建了雕像与墓碑,无法泄墓,位于江西省永丰县均布香大安村内,坐落在河边的一个小山头上, 旁边有一颗百年老章,在过去,是一间小学校和一些散居的民房,墓地有100平米,花岗烟气成的木台和栏杆,墓上方立的一尊无法线,身穿将军服的铜像,基座上写着几个字,无法线将军陈随艳丽,李作鹏,他生于1914年,是江西吉安人,1955年,获寿中将军衔,由于在战争中遭受毒气伤害, 将军用眼失明,因此我们看到他的照片,一般都是戴着眼镜的,在生活中,为了形象,他也很少摘取墨镜,在吉安将军公园,有李作鹏将军的雕像。 李作鹏将军,2009年逝世,古徽未葬,秋会作墨,位于江西新谷生养他的小山村旁边,位于一处矮秋之上,一条墓道通往秋底,墓道的十级为八十九级,象征将军的八十九岁寿终,墓地以花岗石铺地,周围是白石蓝相围,将军墓在中央,墓碑上有将军半身铜像, 在墓地两边各立一块石碑,两块石碑共克有一对对连行肯,勤俭勤小办事,为党为国为民一生,这十六个字虽然简单,但概括了将军不凡的一生。